我可以开始了 我说一下 这个大家呢 就是说你可以打开这个麦克风 就是说如果你后面背景没有噪音的话 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你如果有电视啊 或者是有小孩哭啊 什么狗叫啊 那你就把它关掉 打开麦克风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随时说话互动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 开这种会头有点互动比较好 如果你麦克风是关的情况下 你是用的是这个电脑的话 在你的这个zoom这个软件 是当前软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按那个spacebar 就是那个空格键 空格键按下去就可以说话 空格键松掉 它又就是麦克风又关掉了 就是像那个walkie talkie一样的 那个很很方便的 高老师有请 OK 非常感谢啊 这个协会给我这个机会 也非常感谢这个会长 特地这个安排这个活动 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黄澳旅游的这个体验 我今晚讲的东西呢 大概是这样几个方面 我先把这个说一下 这个简单来三点说明 这个 这个这个是我个人的啊 这个自家体验 信息到不完整 有些景点没有包括在内 然后呢 我第二点非常重要 主要是介绍线路和景点 谈不上加作 OK 我的摄影视频真的很一般 如果好照片的话 是因为景色太美了 OK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是全程开车下去 所以说这个路途中就发现 有的道路 有的景点之间距离很长 而且道路不好走 而且步行道路 有的也不好走 所以说可以不要全部自家 可以改为飞机跟租车结合 这个的话 我在什么 这个我在讲的这个里面的话 实际上已经 已经做了这种的 这个切割 就是你在这一段 你可以坐飞机到哪里 然后你租车 然后主要内容呢 我是讲衣食住行 这四个方面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然后呢 这个当时是倒过来讲 从型的方式再倒过来讲 这个我们主要是自驾 然后自驾的话 我先说一下 它型的方式有哪一些 就是说它有拖污车 就是看我们前面一部车子 后面拖了一个东西 拖污车 还有叫camp van也迎车 就是它没有拖着车 是两个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的话 它就相对来说 机动性强了一些 然后这个 还有一种自带四驱车自带涨 就像我这种 那四驱车到台风两种 一种去越野去四驱车 还有一个城市区四驱车 这个城市四驱车 就我们说是Honda CR-V 整个这个Toyota RAV4 那种车 所谓城市市区车 实际上它那种四驱车 跟轿车差不了多少 它不能够真正是越野市区 所谓的越野市区 就是说你可以离开这种百油马路 或者是铺设路面 你可以到那种这个土地上开的 离土地上开的 甚至可以过水的 这个是最最常见 就是我们见到的八道Prado 然后再往下就是轿车了 那实际上是城市市区 跟轿车其实超不了多少 然后顺便再讲一下 这几种旅行方式的话 有哪一个 各有什么样的利弊 各有什么样的利弊 脱污车的话 它是适合于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比如从A点到B点 它中间的话 很难能够随便的停下来 去当然可以停 但是它位置要很大 野营车就好一点 那你如果是四驱车的话 就随时可以停 一看到好的景色 马上靠路边马上停下来 这个就是我喜欢开四驱车 或者是轿车的原因 我因为很多这个景色 就是在那个路边拍到的 然后呢 这个自驾的这个基本配置 这个轮胎非常重要 轮胎非常重要 一直强调轮胎轮胎 轮胎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到那种 Outbed那个地方的话 它轮胎分几种 一种是可以在越野的 一种是在城市开的 我本来这个四驱车也很好 但是这个一到外面 他们说你这个是 你这个轮胎是在城市开的 是在这种有铺设的路面上开的 你如果到那种叫做历史路的话 你这轮胎的话 两下它就被砸了 这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说你 高老师我查一下 你说 那个能不能把那个文件的 把它拉宽一些 这样的话呢 充分利用面积 我估计有些朋友可能用手机 他这个 对 这样可以 谢谢 这样可以 对 这个因为我刚开始准备 这个讲稿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会太啰嗦 但是想这个我是基于自驾的 所以说这对还是需要讲 比如说像你如果自驾的 你要带气压表 因为你这个冬土没地方打气 你还要配打气机 这个在 这个在什么 Black Co 好像就是这些地方 甚至帮你外号 可能都会买得到 就是在一些这种 卖汽车 这种 这种工具的地方 这个都有 而且不便宜 而且不贵 不贵 数字 就几十块 这个打气机 我当时买了一个才 30块 40块好像 然后呢 他这个 他道路跟汽压 这两个非常重要 你一般的柏油马路的话 你一般 什么样汽压都可以 但你如果 到离开这种铺设路面 到那种土路 或者历史路 或者是有叫车则路 你这个汽压就要往下降 哪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参考汽压 就是你把汽压放到 30 30 一般来说30就够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个问题 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开的什么车 如果你开的是越野车的话 越野市区车的话 降到30 是一般的土路可以开 你在那种铺设路面上 也可以开 甚至车则路也可以开 但是你如果你这种车 是轿车 轿车的话 本来就是32 是吗 本来就是32 那可能你还要再往下降一点 然后那个还有这补胎的工具 补胎工具掀起来好像很遥远 其实现在的补胎非常简单 你看到什么地方砸一个孔的话 它就像螺丝刀一样砸进去 扒出来就好了 它有个东西 有个像橡胶一样东西 放在螺丝刀里面砸下去 扒出来就好了 然后后面呢 还有砂板铲子 这个你如果要离开这种铺设路面的话 这个都需要带 就万一你陷下去的话 你能够自救 能够自己出来 这个铲子的话 其实陷下去的时候 最恐怕的 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说 你轮子被架空的 这个沙土的话 把你的整个车的肚子给顶在下面 这个时候你只能把沙瓜出来 那轮子接近沙地 沙地都还不行 你要你要用砂板放在沙地上 那这样车子就出来了 我这次碰 我碰到过 但是不是这一次 是在去哪里 是去Fraser Island的时候就碰到过 我什么都没带 然后现在结果刚好旁边的人就过来帮忙 他说你都没带 我都没带 他说你胆子真大 我说我是不知道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备用邮箱 我是没有带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冰箱 我最初的时候 我没有用这个车载的冰箱 我是用就我们的Icekey 就用这个Icekey Icekey的话你就是路途中有地方买冰块的话 也可以这个但是一般来说两天三天就要晃就要加冰块了 然后你如果有车载电冰箱的话你需要车里面有两个电池 要有两个电池 我为大家的车可能比较少于这种情况要有两个电池 一个电池就冰箱用另外一个电池是发动的 这两个电池是连在一起的 它很有意思 发动机发动的时候 它用这个一个电池 电池 汽车发动之后呢 它会往这个电池充电 往这个电池充电 这个电池 这个到后面 比如说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电池 第二个电池用完了之后 它不会去用主电池的电池 它会把冰箱关掉 它不会用到主电池的电池 等到你再开车的时候 它又往这个负电池 这个充电 这个是自家的基本的这个配置 刚才万一说了 我有 如果你们有问题 可以随时提出来 这个 我问一个问题啊 对 那个 就是你这个电池 两副电池 这个是属于改装了对吧 对的 这个我买的车 买回来的 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买的二手车 OK 明白了 买的二手车里面 它就有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加一个电池 并不难 也不很贵 在这种情况下的 那么你要失去车 所以说你在走之前 你在租车之前 就应该就会知道 你一定要有个线路嘛 你就会知道 我这是会碰到什么样的路 明白 谢谢 我在这个后面 我也会讲到 哪一些路一定会需要有 只能是越野车的 然后这个通讯很重要 澳洲内路啊 确实是荒 它是 这真的叫outback 真的叫outbac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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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 两个都需要 Tesla和Optus 都需要 它有时候呢 是一种 Tesla 有时候Optus 有时候两个都有 当然有的时候 两个都没有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问了 你两个都没有 你出了问题 怎么办 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如果是在主干道上 如果 虽然说感觉到好像我比较大胆 其实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到这个地方 这一带 我不会去走那种 这个长时间 连连连连连连连车都没有 连影子都没有的路 我一般很少会走 因为你照理如果抛锚的话 很糟糕 没有人 没有人来帮你的忙 其实在路途中 你如果抛锚的话 沿途的人 都非常热情 我有一两次 就是说在那边放气压 他就停下来 说需要帮忙吗 他们都非常热情 然后的 如果你说 那我真的在那边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那你有个卫星电话了 卫星电话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的地方 你就可以通通通那个通话 但是微信电话 这个就非常贵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这个PLB PLB的话 它是一个急救的 这种的信号 它像那个我们早期的时候 BB机一样很小 你如果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 你开关按一下 它有个天线打出来 信号就发出去 你不要管了 它这个就是政府 政府这个经营的 它就接收到进户 接收到信号 它麻烦会定位 卫星定位 你在具体在什么个点上 它会组织 这个要么汽车 要么制身份机来营救 这个东西 我走的时候想买 一个大概四五百块钱 后来我想 我不会到那种地方去吧 而且我也不会说 这个这种东西适合于什么样的 是样于这种就徒步 几天在山上走的 他们就是要 所以说我没有买 然后地图上 ICQ地图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是免费的 这个卫星电话在哪里买多少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要去问一下 它有一个叫做BCF 叫做叫做什么 叫怎么boating camping and fishing 好像BCF 它里面是有 这个是这个连锁店 到里面去问一下 可能那个 那个谁 那个马斯克的星链 可能没人过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有类似的 对对对 那个对 那个就非常厉害 这个还有其他物质 就是小煤气炉和煤气罐 我如果你要自家的话 我就去买那种 我们就在家里做火锅 那种小煤气炉就可以了 不要大的小小的 然后这个小煤气罐 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其他物质我就不讲 然后这个是行的方式 然后住的话 这里面有几个选择的 一个是营地 营地里面还有免费的营地 还有付费的营地 还有旅馆 在这种黄澳游里面的话 它有的地方的话 它只有营地 它没有旅馆 它有的地方 营地里面的话 有这种旅馆的 其实不少的营地 它都有旅馆 所以旅馆就是cabin 就是cabin 它有小小的这种木屋 你可以住 这个 我见到不少 大部分应该说是都有 因为它确实考虑到 有一些人 他们喜欢住这种地方 怎么办呢 你这个免费的营地 免费的营地我也住过 免费的营地的话 就是通常是没有热水的 所以说这点不到方便 那营地的话 它就是一块地 就是一块地 你进去之后 大家就是一个cabin park 里面进去之后 然后他给你一块地 营地里面还分 你要有电的 还是没电的 那因为我车里有冰箱 我就是有电的 当你有电的时候呢 这个车载冰箱啊 你就把那个接头给扒出来 放到240伏 这个接头里面去 那这样子就不用汽车的电池 而是用外面的电池 它有这个转接器可以用的 所以说我都是用选择有电的 有电的营地比没电的 贵大概5块钱 贵大概5块钱 然后这个营地的话 它这个费用大概在 现在不便宜了 这个一个营地的话 大概在30块左右 以前30块你可以住旅馆了 现在30块就是有一个营地 就有个营地 然后这个找营地的话 有一个这个东西叫camp made 这个是免费的程序 免费的程序 你下载之后呢 它是实时的 它是而且它是 它是就是不断在更新 你比如说我现在开到go 哎呀我不想开的 我在这边住下来 然后你就打开 这个程序 它就给你找 这附近有哪一些营地 那个费用多少设备怎么样 全部都出来 这个还有安全状况都有 所以说这个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是wiki camp 他们是wiki camp更好 我当时两个都知道 但是我是所以说能省钱就省钱 所以我就没有去买这个东西 但是我用的camp made 我觉得也够 另外还有airbnb跟booking.com 我其实出行用的很多是booking.com 因为booking.com有个好处 你马上订马上就有 airbnb它有时候要24小时 等待它的确定 我尤其到海外去 我基本上都是booking.com 然后这个住 还有吃的 吃的东西的话 很多人都会出去了 你就吃餐馆了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出去去吃餐馆 你到一个陌生城市 你首先你要找餐馆 华人喜欢中餐 你找找找找 有的地方中餐很少 有的地方可能关门很早 你要找找的可能找到了 然后下进去的时候 你要点菜 然后要等 那点的菜的话 你有时候还不是你喜欢的 我们华人比较多喜欢 多吃一点蔬菜 它的蔬菜一般来都比较少 而又很油 而又放味精 可能是你换一下 你这个时间算一下 可能你在自己营地里面煮 可能自己也差不多都煮好了 而且你可以选择 煮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说我这就这个原因 我基本上出行的话 要看去什么国家 所以说像这种 如果到澳洲黄澳 我是选择自己来煮 然后你这里面就有个食物的选择 你如果没有冰箱的话 你这食物的选择跟储存就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叶子菜呀什么 你就不能够选择的绿色菜 绿色在买完之后 你可能是绿叶菜 买完之后可能第一天 第二天你就要吃掉了 你可以买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包菜呀 或者是白菜 这个比较看饭 就可以多放几天了 这个是吃的 吃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这个朋友 有的一个朋友出行之后 整天是方便面 我说你整次方便面 那只能是开车了 像我家要徒步的 不行 必须要吃好的东西 然后有的朋友的话 出门的话 他就是吃一下 那个穆斯利巴 就是干粮 这个不能够持久 一两天可以 你这持久的话 这个是不行 然后衣服的话 我强调一下鞋 其他东西我就不讲了 鞋 鞋非常重要 我在衣服上 我不讲究 但鞋我非常讲究 我买的鞋 一般都是两百多块的 他鞋有不一样 有运动鞋 徒步鞋 徒步鞋里面 还有分 还有分 防雨的鞋 防水鞋 防雨鞋 所以你要根据 自己的情况去买 这个有一个商店 叫卡德曼杜 非常好 还有个安纳康达 安纳康达 这两个都是搞户外的 安纳康达品种很多很多 那卡德曼杜都非常 我很多衣服都在 鞋子都在 卡德曼杜买的 而这次的费与费用 两个人 我是两个人 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出钱 花了两万五百块 大概大概 大概花了两万五百块 包括坐了四五次的飞机 还有修车 这个是大概情况 下面呢 我就要具体讲线路了 大家有问题吗 你那个坐飞机的时候 这个那个车怎么办 车子就放在营地上 我这个飞机是观光飞机 哦明白 对 车子的话 我想到另外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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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我有一次去欧洲 我开车开到芬朗 赫尔兴基 从那边了解到 哎呀 从那边可以坐游轮 五天的游轮去圣彼得堡 然后我就把车子系在旅馆那边 然后就坐了游轮去圣彼得堡 去了五天回来 所以说你自家游就这种好处 你灵活 OK 行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么我再往下讲 下面就讲具体的了 这个 这个 昆州的话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北部 实际上这个是我上次走的 走的地方呢 有这些 有这些 然后呢 那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昆州北部 你从 卡延斯再往北 实际上就是猎奇了 这个不去也怕 我认为是不去也怕 所以说我在那个美 每篇里面有讲到 是不是 不去一辈子后悔 去了后悔一辈子 就说 这个是一个 有点纠结的东西 其实去完之后 我觉得是可以不去 但那个你要去的话 应该是越野 应该是越野市区 城市去有人 有人开这种城市 也叫说有人 但是看到抛锚的比较多 OK 那么我现在讲一些 把一些照片拿出来 照片的话 实际上是选择性一些 比如说这个照片 就在马开那个地方 这实际上还没有进入 进入这凯恩斯 在马开那个地方 拍的这个地方 说是袋鼠在这边的话 早晨起来的话很美 我去说有看到袋鼠 但是由于游客带多 所以说拍袋鼠同时 要把游客拍进去 所以我就没有 没什么拍了 然后这个 在凯恩斯的南部呢 有一个叫做Utherton Utherton Table Lane 我估计可能大家群里 很多人都去过 这个地方的话 绿油油的一片 很多的瀑布 它里面是很多的瀑布局 所以说这个可值得 在凯恩斯的南边 可以值得一看 然后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瀑布袋 叫做Bahana 也在凯因斯南部 Bahana 然后这个Cape Yacht 走的路就是这样子 有轿车开进来 但是他的路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召开照怎么样 他这个 这条路上 走的人不多 车不多 所以你泡毛之后 几乎没有人来救你 能来救你的时候 也就是把你救走 把你带走 车子没办法拖走 所以就顶不顶 我当时去的时候 实际上是事与无知 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进去 其实后来想一想 其实挺危险的 OK 然后你就沿着这个路一直开 开到后面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澳洲最北端 澳洲最北端 然后我们有听到什么 Thursday Island 那边有很多的 Monday Island Tuesday Island Wednesday Thursday Flyday Island 大家都有很多的岛 有很多的岛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岛 实际上就是Thursday Island 那边就是除了 除了这个水好看一家 那边水确实非常的美 除了水好看一家 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所以说 谁好像李鸿玉 李鸿玉就这个 这个他工作的一个地 不知道他反正有到那个Camp York内带去工作 他也应该有比较多的体验 还有一个地方凯恩斯北部 有个地方叫Cook Town 据说不是据说就是当时的Captain Cook 刚到的地方 Cook Town 这个地方的话一般的轿车都可以开 所以说车子开到Cook Town 一般轿车开到Cook Town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你再往进去的话 就是很快就开始突入了 OK 这个是一段 这个是一段 OK 然后 就说你这一城市从Brisbane一直往上走 一直走到Southdale Island 对对对对 最北的地方 一直走到最北的地方 开车 但是开了加密十天时间 开车 开车加密十天时间 我觉得走一趟还是值得 但是确实比较 不是太好看就是了 确实不是太好 但是一直走一趟还是值得 然后 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是 对刚才忘记了 刚才忘记了 这个 刚才忘记 这个地图 我刚才叫大家看一下地图 这个地图的话 这个 这个 大后面 因为在刚才说ICQ地图 他有一些景点都标出来 我这里把这个地图说一下 我们在Brisbane在这里 Brisbane在这里 刚才走的这一段凯恩斯在这边 凯恩斯在往北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Cape York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几个呢 都是大的城市 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Alice Spring 这个大文 大家比较熟悉的 然后呢 我先说我们这一代的 这边我们从布里斯本 沿这边开过来 沿这条 这个叫Wintern Wintern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城镇 前大概前一周前 一周前 这个 听到这个 这个电视上说 政府同意从这边 开一条路过来到西澳 开一条路过来 因为这边 为什么从这边开 因为这里 从这里开着 它已经有个县城的路了 已经有个县城的土路 它需要再把它修建好 然后这边就是Mount Iza 然后这几个城市的话 是大家 大部分是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Broom 大家可能听说过 Pers听说过 Adelaide听说过 然后Broom跟那个大文中间呢 这个叫做Canada Canada可能大家没听过 但是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城镇 很大的 然后再往下是XMounts XMounts再往下是Caballi 就是那很漂亮的粉湖的地方 再往下就是Pers Pers 然后再往这边南边一大片 这几个城市都是处一处 坐飞机过去可以的 你坐飞机到那边 然后你再租车 这样就避免的说 你要开那么长的这个长途的车子 OK 这个我本来 本来这个是我走的信路 我本来当时是从 想从Adelaide走完之后呢 到维多利亚州 然后呢到西南威 本来是从沿海 本来是从这边回来的 本来是从这边回来的 结果到后面疫情爆发不行 我只好从这边冲回来 所以说我这黄澳没有黄王 差了一些 差了一些 OK 那么下面呢 刚才这个昆州北部讲过了 现在讲一下昆州的这个西部 这个是我黄澳途中真正经过的 这个 黄澳的这个西部呢 说实在的 从布里斯本 一直开开开开 没有什么东西可看的 说实在的 我们知道罗马呀 Towomba 没有什么东西可看的 一路开开 可能是我没去探索 没有东西可能 可看 只有到 这个叫布亚 这个地方 叫Burthville 在这个地方 在布亚这个地方的话 别人说你这个比较好看 你去去去看一看 然后我才过来 实际上到了这边之后 这一带倒是有 这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Cobre Gorge 这个比较漂亮 还有这边一个Long Hill Gorge 这两个地方 比较重要 那么我现在把一些照片拿着给他 你看这个 就在布亚那个地方 去布亚那个地方 所以说澳洲中部实际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红色的 很多很多 然后这是一段 然后这个呢 就是刚才讲的Long Hill Long Hill的这个路很难走 这个是叫做历史路 非常的山这个轮胎 它里边要徒步走上山顶 不是很难走 走上山顶 它就可以看到这个两个湖 连在一起 这个算是这边最美的景色 它还有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最美的就是这个地方了 然后后来呢 因为没有地方去 我后来我把这个地图说出来 这个Long Hill在这里 后来没地方去的 我就跑到这个Burke Town 然后又跑了 跑到Go 那个Cobo 跑到这个地方 Burke Town Burke Town的话 它里边其实 它里边确实有一些东西可以看 比如说这个是温泉 有一些东西可以看 然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东西 是看这个东西 就这个叫做Morning Glory 就卷云 卷云到实际上 你在海边可以看得到 但是这个是飞机上 我是网上拿到了 但是我到那边的话 没有看到 他说要9月底10月初 这最好的 我还想什么时候再上去看 所以说这里边是全世界 不是澳洲 是全世界看这个卷云最好的地方 但是很奇特的一个 一个这种自然景观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就到Cobo Cobo Cobo这个是一个私人的 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地 是一个私人地 但是他觉得他们那边的有一个 有一个峡谷 所以说就开出来住一个旅游景点 要预定 然后呢 要越野市区才能够进得去 要越野市区才能够进得去 就这个 这条 这个小河 非常狭窄 所以说你 你坐的时候呢 一定注意坐在前头 坐在床的前头 否则的话 你拍出去的话 是拍人家的后脑勺 一定要注意 一定不要客气 赶快一到就到前头去坐 因为他车的床 这个往里面开 回来的时候 他就掉个头回到我来 所以说你的景色可以拍得到 这个非常漂亮 我觉得就有些像 这个叫做美国的 这个领阳谷的 这个水中领阳谷的这种感觉 这个我 这个景色就这样子 不是我的摄影技术 我讲你们 你们去拍的话 应该会拍得比我更好 行 那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叫做 这个 昆州的这个西部了 等一下 我要把它关掉一下 昆州西部 然后回过头来 再往下就到北领地了 我要先把北领地图拿出来 北领地图拿出来 这个啊 这边是 毛埃萨就在 就在这一带 昆州这一带 所以说我是从这边过来的 从这边过来 其实这条路 其实我有算过 等一下 我把这个图拿出来 把这个群奥的图拿出来 给大家说一下 群奥图拿出来 我当时本来是想 从这里开下来 到Broken Hill BPBH Broken Hill 我本来想从这里开下来 然后呢 从这里 到Alice Spring 这条全程都是柏油马路 有一点点是土路 但是好走多了 而且相对的话 距离比从这边走 还近一些 我算了一下 大概近 差不多将近1000公里 我不知道 它好像 好像看上去比较 好像上面走 就很近好像 但是我从谷谷上看 它就从这边 从下面走是比较近 后来 本来跟悉尼一个朋友约好 但是后来他出了 悉尼不是发生疫情的 所以说他就没法出来了 所以说我只好从这边上去 所以从这里 到了这个北领地 OK 然后呢 就从这里进来了 到了北领地 北领地里面 从这边来 北领地实际上就是两片 下面一片 下面一片 以这种Alice Spring 为中心 一片 上面一片 然后我来的话 就往下面走 下面走到第一个碰到 就是 Devil's Marble Devil Marble 还是 Devil's Marble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Alice Spring Alice Spring的话 这里边注意 它这边 它其实这边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叫 West McDonald 就是西麦当劳 它其实景色主要 它就在这一块 这个Alice Spring的话 它是西麦当劳 还是国王峡谷 Kings Kenya Kings Kenya 还有一个叫乌鲁鲁 就这三块地方 所以说你完全可以开车 飞车飞机飞到Alice Spring 然后呢 走这些地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碑林地 这个就是Devil's Marble 就是Devil's Marble 就很多很多的 然后 你没有打开以后 高老师 你把它打开以后 用那个右边那个箭头 你往那个光标往右走 箭头出来了 不是那个 中间中部那个箭头 右边的中部 有个箭头 往上 这里 这里 我明白 明白 明白 信息 信息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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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往下走 往下走 等一下 我这里面有个地方错了 等一下 等一下 OK 然后这里往下走 然后呢 刚才讲到这个西麦当劳 这个有个地图 我需要拿出来 这个 这个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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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Spring过来之后 这里边 看到这边这块图 这块图就是西麦当劳 它是实际上 它是一个环线 从这边进来之后 这像是一个环线出来的 那这条红色的话 都是百油马路 都是铺设路面 都是铺 随着很好走 然后这里边 这里边有一些的话 是徒步性 每一个标号的都是景点 它主要在北线 景点主要在北线 南线 我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漂亮景色 我就没去了 所以主要在北线 你可以进去之后 沿途出来 返回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景色 我下面会 主要的会介绍 然后完了之后呢 下面有一个叫做 Kings Canyon Kings Canyon Kings Canyon 我一个朋友老是把它发错 我老是模仿它 到外面我自己发错 Kings Canyon 这个Kings Canyon的话 它这里有两条路 一条从这边过来 这是图路 这应该是建议越野市区不开的 另外还有一条路的话 你沿途返回 然后从这边进来 从下面进来 纳过来 波湾峡谷在这里 你这边的话一天开不到 要中午要过夜 然后才开这边 你这边的话 半天就开到了 半天就开始开到 我后来就从这边开开过来了 然后完了从这边下来 这边下来的就叫 就是大石头了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OK 行 然后我开始讲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西麦当劳进来的 一个叫Simpson Gap 一个景观 其实澳洲 我是澳洲没有高山 所以说它这种峡谷峡谷 很多都是这种的 这是一个 这个是Stanley Stanley Carson 这个跟C2那个比起来 不如C2那个好看 但是刚开始也觉得不错 他这一要时间 而且要试一点 要试一点 他这个太阳会照进来 那个这个时候 两边是通红 但是我觉得 没有全照进来 有一些阴影更好看 所以说我就 我就拍完之后 我就走 我就没有等到试一点 这个也是西麦当劳的 这个一个景色叫Alery Creek 然后这个是Omison Gorge 这个比较漂亮 Omison Gorge比较漂亮 这也是Omison Gorge 他有个山旁边有一个山 可以爬上去 爬上去他可以看 看这个整条那个峡谷 这个你拍摄的话 这个小的湖的话 还可以把它单独的拍出来 可能也比较漂亮 然后这个Red Bank 这个Red Bank Gorge 这个也比较漂亮 但是路非常难走 路非常难走 就是几乎是没路 但是他有标记 所以说是朝这个方向去的 就在石头上走 这个很困难 OK 然后这一带呢 这个那么就完了 OK 然后呢 就是Alery Spring 这边就完了 完了之后呢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回到 您开始说那个鞋的问题 像这种路的话 你穿什么鞋的 我都是徒步鞋 我带了两双鞋 我带了两双鞋 一双是这个叫做徒步鞋 这个还有一双就是休闲的鞋子 我带了两双鞋 然后第二段的话 就从Alery Spring 一直开一直开 非常boring和没意思 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开到Kathleen 然后这个地方才开始有景点 然后Kathleen这里边有几个 一个是Butterfly 一个Litchfield 还有Darwin 还有这Cacadu 就这个里面 然后从这边再到西澳来 所以说 所以说你这个 这个这边可以坐飞机 Alery Spring 在这边呢 你可以飞到Darwin 然后Darwin你租车 走这一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在Kathleen那边 它有个叫苦泉Bitter Spring Bitter Spring 水呀非常的清澈 又有倒影 然后水是温泉 所以很多人就在里边泡温泉 就在里边泡 然后泡泡泡 它没有人下来的时候 这个是倒影 没有人下来的时候呢 这很清 很清澈 然后呢 有人带来的 就模糊了 这个人多一点的话 就更模糊了 这三张照片 有人跟 有人说可以做围巾 可以做 可以所谓选择作为围巾的图案 没有没有变形的那个 反倒看不出来是倒影的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都说这一张比较好看 这一张反而他们说 一般看不出 就是没有感觉 就是一个倒影 然后这一张比较好看 这一张就很抽象了 很抽象 然后你这个玩了之后呢 再往上走 等一下 这个是Kathleen Gorge Kathleen Gorge 这个叫做Nitmeluk National Park 这个李超去过 这个本来是 他有游艇可以走的 但是我走的时候 他是枯水机 所以说 有的地方断流过不去 所以说没有开这个游艇 所以说就没去 但是我还是徒步去看了一下 然后这个 等一下 看一下Kathleen 然后 对Kathleen Gorge Kathleen Gorge上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Butterfly Gorge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美 非常美的 Butterfly Gorge 这个要土路开进来 开进来之后 然后他旁边有两条路 一个从山上走 那不再就不好走 另外一个从水里边走过去 水里面就大概水会到 快到腰部那个地方 沿着这个岸边走 很多人都是从下面 有多人还扛着这个烧烤的器具 就这么走过去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我从山上走 山上走 他们说你可以下面走 下面走很漂亮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这个对面你看到这个小小的 这个小小的这个黑暗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洞口 从这边的洞口呢 是可以游泳游过去 然后里边的还有一个峡谷 内峡谷 这个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就没有 我就不知道 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我想那就算了 本来想不去了 走了就想不去了 但是我这人有个毛病 到一个地方之后 没有看完或者看了不满 我会回头 最典型的回头是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我去了一个地方 就去登山 登完之后 刚好内心是大雾天 什么都没看到 我第二天又去 又去登山 登同一座山 那看到非常美的景色 所以说我第二天又开进来了 又开进来 又开进来 然后呢 这个就在内峡谷里面拍到了景色 很漂亮 非常漂亮 但是你摄影的话 光影艺术 光影艺术最好是早晚 但是我比较懒 所以说如果早晨来拍的话 应该是非常美的 应该是非常美的 但是光线要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Litchfield Litchfield的话 它就是从Butterfly再往北 就靠近达尔文了 那它是一个国家公园 里面开进去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瀑布 很多小瀑布 那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就能爬上 从上面跳下来 我在这个旁边 然后看到你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等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然后我说 我说好了跳吧 然后我就连拍 一直连拍 给他拍下来 这是Litchfield 然后大文 我说实在的 我对城市不是太感兴趣 所以大文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大文有一种虫子 小蚊虫 哎呦 看不见 比蚊子还小 叮得非常痒 所以说我住了一天 第一天赶紧跑 就没有去看了 但是说实在大文 我以前去过一次 所以说 也没觉得遗憾 然后这个这个叫做Yellow Waters 这个这个地方是要 要坐游 游床 很漂亮 他的游床的话 他专门是安排在 这个黄昏的时候 都看完之后 看了鳄鱼啊 什么的 看完之后 他就停在河边 停在那个地方 让大家看这个 日落 很美 我想你们拍的话 应该要比我拍的 拍拍拍的 我是刚好赶上 我还没有用 用长焦距的拍 我是用这2470的 拍出来的 他这个 那个地方鸟的这个数量 你感觉怎样 很多很多 鸟数量很多 这个是湿地嘛 这是非常 这好像是 我的Herry是适宜的 是适宜对 是适宜的这个 这个这个公园 所以说鸟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鸟 不同季节 它有不同的鸟 这个而且我也没有三脚家 我就是这么这么拍的 OK 然后这是 北领地 它这北领地 旁边还有很多的这种的 等一下 北领地旁边的话 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的瀑布 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是去了 但是觉得一般 一般 所以说这个是 北领地 北领地完了之后 从这边一直开过来 开到进到西澳来 进到西澳来 然后这边 等一下我要关掉一下 所以说这个景点 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感叹 这个澳洲这种的景色 不是给一般的游客准备的 所以说要开得很远 然后这个Koronara 进来第一段就是Koronara 刚才已经看到过了 OK 这里边 它这个地方呢 从这边开过来Koronara 到Koronara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镇 这个很年轻的一个镇 它就是因为这一代 这个经常是发水灾 后来它那边就建了一个水坝 建了一个水坝之后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水域 一有水域的话 很多东西就起来了 旅游业啦 农业啦 这个渔业啦 然后这个鸟啊 就很多就过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除了这个本身之外 它还有一些东西地方可以看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点 可以坐飞机到 然后坐到之后你再坐车 然后往下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Koronara Koronara市中心旁边的一个景观 旁边的一个公园 这个我刚好是在黄昏时候到的 然后就拍了一个全景图 这个是也是Koronara一个叫Ivan Hall Crossing 这完全是我自己全球刺激 这部就是我的车子 然后我其实站在这边 给我拍过去 不是必经的道路 这个不一定要越野车才能够过 这是寻求刺激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叫Lake Argyle Lake Argyle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湖 他们说比 比Darling Harbor要六倍那么大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看Sunset是非常美的 你看非常平静 很梦幻的这种感觉 这个要做船游 要做船游 然后另外一个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做飞机游 飞机游的话 他就去看这个Pronuru 这个后面我另外会介绍到 就是看这种的石头 做飞机 然后做飞机游的话 还看到这个 这本来是一个战石矿 是一个战石矿 这个所以说这个 这个转石它已经 已经关了 但是有一些这种 就不知道 留着这个 它这个到底这个水 是做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 转石 就是积水 在澳洲这个转石的话 是粉转 粉转它就是转石 转石中有白转 有蓝转 还有粉转 您做这个飞机的话 是直升机了 不是 小飞机 小飞机的话 大概坐六个人 做直升机飞机也行 但是是小飞机够了 小飞机够 你坐小飞机就注意 做到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通常没有人做 因为我们做喜欢摄影的 所有一排左右两边都可以拍 前面的话 而且这种小飞机是螺旋桨的 你坐前面的话 螺旋桨哗啦哗啦哗啦 你受到很多干扰 所以说我在拍 在外面拍到 这非常漂亮 这个是 这个就是那边 从卡罗拉拉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Emma Gorge Emma Gorge 看多了 实际上感觉是这样子 但是也还挺漂亮 就是了 然后那边的话 叫这个叫做 Questero AirQuestero National Park 这个地方的话 是要越野车进去 越野市区车进去 进去的时候 它就还要过河 过河过河 其实就像过一个小水池一样 不那么太可怕 不那么太可怕 然后但是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要走一条很陡的山坡 然后到这上面之后 还要都都到底 你就到了就是了 但是他们说 要在这边拍日落才最好看 我到那边也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呢 等一下 这个这个是在哪里的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刚才讲的就是这一小片都完了 这上面这一小片都完了 完了之后 现在就往下来 这个叫 普鲁努鲁 内心的 泡 普鲁努鲁 内心的泡是非常美的 刚才看到那张那张照片 普鲁努鲁 对不起 普鲁努鲁 对 怎么搞的 弄错了 对 就在这边 那从这里的话 从这边你应该开车下来 但是开车下来比较远了 要400多公里 所以说你只能在这路口的这个地方 它有个营地 那边也有cabin 可以在那边住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这种城市越野车的话 没有越野市区车 城市车越野车 好像也可以开的进去 因为我到里面看到工作人员开的 也不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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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也不是这种这越野市区车 它好像就是开的 它好像开的是 舒博路好像 它就这么开进来了 不过开车 他们有的人 就是local 他们胆子比较大 它不是胆子 他们熟悉就是了 所以说他们就开进来了 那这个地方开进来 你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了 这个就是叫做 Equina Equina 这个Carson 这个是我刚好赶上这边 有一个人呢 走出来 刚好赶上有一个人走出来 这个所以说拍起来 这个感觉到有点浴火重生 这种感觉 就是这一张 算是 算是比较好的 那右边这个 这个观线 实际上它是不是峡谷 是观线照在那边 所以感觉到好像这边 也是一个峡谷 然后这个一定要 要有时间 一定要好像是一点 好像你到了 Information Center 就可以问到 他说你一定要在时间 这个时候一定在在里边 他因为 他这个阳光刚好照进来 所以说特别的美 是11点 是11点的话要进去 对 从11点到下午一点 就我其实提醒我 他就从11点到下午一点 这个时间中要进去 然后这个的话 里边的话 除了除了刚才那张图之外 其他地方也可以拍 这个也是 他太阳光照进来 从这边照过去 感觉到另外一种的感觉 然后有时候呢 可以往天空拍 这个是往天空拍的 这个是一个方面 然后另外呢 我再看一下地图 再把一个地图拿出来 感觉好像 好像也不比 不比他们美国 那个什么国 那个地方 尼安国 好像也挺 也不比他们差 不不不一样 不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然后这里边的话 还有一个 等一下 他这个 对 然后他这个 这里边 等一下 我还是用这个地图好了 我有个地图 他这边进来之后 你看这边普鲁鲁鲁 进来之后呢 左边一个一些景观 右边一个 他进来之后 Information Center 是在中间 就在红线的末端 这是Information Center Information Center的 往北这边 他有这个峡谷 往右的 他又有另外的景观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了 是往左的景观 那下面呢 我们看往右的景观 往右的景观呢 他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做Cathedral Cathedral Gorge 就是大教堂 进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地方呢 这边的话 人是可以进去 很高 人是可以进去 进去完之后 你看到是另外一种景观 是这样的一个景观 像眼睛一样 我这个因为不是广角的 拍着是这样的 后来用手机拍出来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啊 你我想这个手机开了 你可以手机拍 所以说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画质不是怎么样 啊 如果你是用广角相机拍的话 应该是很好 那这个是一个 还有 我手机拍的 你曝光就没办法控制 你看这里面就过曝了 这个里面太亮 嗯 我是我相机拍的 也是太亮 我曝光没有曝好 嗯 嗯 这个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嗯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景点 然后这个进来出来之后 还有一个 就是这种的 啊 这种这种景观 嗯 嗯 叫叫 Piccani Piccani 就这种景观 嗯 也挺漂亮的 也挺漂亮 嗯 等一下 就就就就就就这两张团 这个也挺漂亮 所以说这一带呢 就是Colonala 以Colonala为中心的 这个 这个景点了 嗯 下面我们再 再往西澳的下面的方向走 这个呢 刚才我们是到了这个地方 普鲁路路 那再往下呢 我们虚线这一帮 就往布隆 走 方向去了 嗯 这个 布隆 这个方向去的话 有一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嗯 这个 Fistroy Crossing 啊 这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的话 刚才 刚才我们看到 普鲁路路 或者叫邦国邦国 或者叫邦国邦国 这个地方过来到 布隆 他这里面都是铺设路面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个叫Fistroy Crossing 有个叫Fistroy Crossing 这一带 西澳的这一带 是土著人居住的 比较多的地方 这一带的治安 不太好 嗯 我们当时住的 这个Fistroy Crossing 这营地里边 半夜就有人 来偷东西 嗯 就有人来偷东西 他也 他 安全 他没有 对有人身伤害的 没有 他就是偷一些东西 嗯 所以说 这地方小心一点 就是了 然后这个Fistroy Crossing 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景观 他可以 坐床 看那种卡斯特地貌 然后再 往里面 往北有两个国家公园 这个都是土路 路不好走 嗯 然后往这边 往了之后 到德比这个地方过来 嗯 所以说这条 这边这条路 不去也罢 嗯 不去也罢 但Fistroy Crossing 确实不错 嗯 不去也罢 你可以从这边 直接到布隆 所以说 我就想呢 你可以在布隆 租车开过来 但是一天 往返 可能很够强 可能坐不了一天 一天往返 可能不弄开车 带着一边 可能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再开回去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istroy Crossing 这个地方 他有什么东西啊 嗯 这个就是 他的水中卡斯特地貌 嗯 他是要坐床 进去看 坐床 进去看 嗯 是下午的床 比较好 就看到这个东西 嗯 很漂亮 然后的 这个再往里面 有两个国家公园 一个叫做 Winjana Gorge 这个 有点像石林啊 有点像石林 那个 在这个地方 有个讨厌 他这个餐饮非常多 而且很大 而且会咬人 嗯 咬到到后面 都受不了 对 所以说我们走了 一小段之后 哎呀 觉得受不了 而且会透过这衣服盯进去 后来我们就回头了 嗯 呃 但是他主要的景观 也就这些 那另外一个叫Bail Gorge Bail Gorge里边 是路很难开 很难开 历史路 很难开 呃 就是这个地方 嗯 这个 这里可以 可以爬下来 从这边过去 可以爬下来 人就在下面 可以爬下来 嗯 这个属于非常的平静 呃 这个Bail Gorge里边的话 营地 没有电 呃 没有电 没有开瓶 所以说你只能是 搭帐篷 OK 这个是 Fistroy Crossing 这一带的 他这个 他这些Gorge 是和那个Fistroy River 是连着的吗 啊 对对对对 你说的很对 这个 这个跟的Fistroy River 是连在一起的 OK 这个Fistroy River 他这个 那个里边的开船 他说流量 还是很大的一个流量 流量还是很大的 看来老师 还是挺熟悉的 没有我在看地图 啊 对很好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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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然后再往下Broom Broom是重点 Broom是重点 这个Broom 我去之前的话 我就知道这个Broom 别人跟我说过 这个是澳洲最美的这个 这个沙汤 最美的沙汤 他这个沙汤 他每每每每 他其实他的 沙汤这种也并不是沙 而是沙冰的这种岩石 非常的非常美 逊丽多彩 啊 所以说我 我们在那边 在我们再不用住了十天 因为我们要去看那个 Horizontal Fall 住了十天 所以说就去了这个地方 去了两三次 三次好像 啊 这个是Ganthian Point 一个第一个景点 Ganthian Point 啊 这个也是Ganthian Point 这个我能躲在 这个小地方拍出来的 啊 这个也是Ganthian Point 拍得不好 画质不是太好 挺好 这张挺好的 嗯 你说哪一张 这张还是前面那张 那个太阳 太阳放到那个小孔里面去了 小孔里面 对 放到那个小孔里面 嗯 还有两个人 你们都好 对对对对 这张其实是非常偶然拍的 我看到船摇过来 一个 然后其实我距离是很远 原图的话是很糟糕的一个原图 然后就把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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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质叉了啊 感到噪点很多 但是这个构图好像我自己比较喜欢 然后这个是这个叫Raddell Beach 这个Raddell Beach它也是有很多这种的 嗯 有很多这种的 嗯 这个我们见过白砂糖 这黄砂糖 黑砂糖 黑砂糖 我在下午一遇见到过黑砂糖 这个第一次看到是红砂糖 嗯 红砂糖 或者是粉砂糖 嗯 很漂亮 其实啊 为什么我一直去这个地方 我一直要找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是呃 网上拿下来的 它就是在 涨潮到高潮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种画面 就是水呀 会跟岸边的这种的绿树 或者是那个的Bush 这种会连在一起 所以说变得 红绿 在水中非常的漂亮 但是 没有找到 或者说找到了 但是没有赶上 然后这个西洋 它这么漂亮 但是这里周围 路进不来 只能到Raddell Beach 只能到这一带 只能到这一带去看 进不来 这个是航拍的 嗯 所以说没有办法 很漂亮 也没有传过去 没有 没有传过去 所以说另外一个地方叫 Clack Creek Clack Creek 这个地方你看就已经感觉到了 嗯 有点感觉到 它水上来之后 这个树被淹了 嗯 灌物被淹了 所以说你如果有 有的红的一带 就上面红的 这里下面水红的 下面又绿的 就蓝的 就非常的美 嗯 就是像这种感觉 会比这种更好看 嗯 还有一个就 Cable Beach Cable Beach 它每 每天在太阳落山的时候 它总有一个骆驼队 从这里经过 我是到最后才知道 哎呀 其实应该在拍倒影 拍倒影的话 人站在上面呢 拍不到 人要下来 拍 它有的是绿骆驼 一个是红骆驼 呃 后来拍的这一张 还满满糊糊就是了 倒影也没有拍 它它不 如果都沿着水边走的话 那这条 在这个照片 应该是非常美的 它不往水边走 啊 没有办法 你把相机放低 那倒影可能会多一些 把相机放低一点 是吗 嗯 啊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骆驼还能够 就是出了后边那个山丘的那条线 哦 对对对 就突出出来了 对对对 对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我能往下 因为能站高的话 能引进去了 嗯 嗯 能引进去了 已经注意了 但是我比较多的是举高相机 避免能引 结果啊 对应该能蹲下来比较好 对 嗯 嗯 这个也是Cable Beach 嗯 它这 它 它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沙滩上的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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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反映出来 很漂亮 这是我自己 是我妻子给我造的 非常漂亮 嗯 这张很漂亮 嗯 这个就是 哦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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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ircase的梦 它那个地方拍这个 拍这个东西很特别 它 它一定要 要满足 这两个要求 一个是 Full Moon 还有一个是 Low Set Low Tie 就退 全部退逃 退过去了 退退下去 然后沙滩 换上会留下 很多的这种坑坑 然后的太阳升出来之后 它就有这种感觉 嗯 我不知道 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拍 后来再往上看 他说哦 你什么要什么 曝光什么 什么什么三十秒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按照这种 第一天没拍成 第二天没到第三天才拍成 水平不够 然后那边有个叫Horizontal Fall Horizontal Fall的话 它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就从飞机上拍的 它就是从这边海里边 这个湖进来之后水这么挤下来 嗯 海水那谁说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像瀑布一样的 但是是平行的 所谓的平行就是说 它它上面下面是平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瀑布并不高 嗯 就就这么回事 但是我去玩看完之后 我觉得一般好像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Fall里边 它从这里到这里 嗯 它里边的水是出不来 而不是出来要等到 海水很低潮的才会流出来 其实涨潮的时候 这个上下就距离比较高一点 嗯 好了这一段就没了 嗯 这一段就没了 Horizontal Fall 这个是Broom 所以说Broom的话 是很美的 我觉得Broom 去飞到那边的话 然后租车 待这个一周时间 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好的 待一周时间 这个地方应该去 去 啊 所作为一个点 就是很集中 很集中的 很集中 而且不难走 刚才说的那些几个点啊 什么Redale 什么 虽然说是土路 我看人家的这个轿车也开进去了 嗯 就是你开慢一点 就是轮胎放低一点 开慢一点就好了 嗯 嗯 很值得去 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 那下面的话是Carrigini 跟那个XMouse 这个是从 从Broom在在在在这个从上面 从上面下来 下来这边的这个这个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这边有个叫XMouse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度假中心 所以这也有飞机 你可以坐飞机坐到这里 然后呢你租车 在这一带还得往这边开 Carrigini这边开 啊距离也比较远 你到这边也是要住的就是了 然后Carrigini的话 它是一个国家公园 里边的话也是峡谷 啊 这个瀑布 嗯 这个这个顶挺漂亮 它下面还有一个湖 嗯 下面还有一个湖 我是比较冷了 这个天气你要这么亮天气 应该这个应该是黄昏早晨的话 比较漂亮一点 嗯 那也没有三角架 我就放在岩石上 把相机放在岩石上 怎么慢拍就这么拍出来 嗯 啊这个下面就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呢 Hancock Gorge 路非常难走 这个我我给大家 那个邮寄里面讲 等到我挂了两个鞋 鞋挂在脖子上 就是从这里走进去的 非常难走 那走到最后的话是看到这个东西 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Gorge 也是非常难走 他就这两个Gorge 比较难走 一个是 Hancock Gorge 还有一个就是 Winow Gorge 这两个比较难走 啊 这个是 Hamersley Gorge Hamersley Gorge呢 它主要的 它当然这个也很漂亮 它主要的是看这个东西 那路要从旁边这个爬过去 很难很难走 非常难走 但是可以走得到 呃 但是有个特点 你看我这里边开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水池的话 一边是阴的 一边是阳的 我在网上看的时候 他们就提醒说 你应该在太阳出来之前 到这个地方 嗯 出来之前到这个地方 那就没有这个 就没有这个阴影 就拍了这个颜色 就是就是很好的 我已经比较早到了 但是路途路路路走近就路 太难走了 嗯 它并不很长 呃 并不很长 但是很难走要爬 嗯 所以说到这边时候 就就就 就碰到这种的 那像这种地方的话 比如说要去专门摄影的话 可能就 第一天白天先去看看 侦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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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天早日 对对对对就过去 也不要天不亮 就是天刚刚亮 那就可以了啊 他因为他旁边是山 旁边是山的话 他等到从山上 从太阳照进来 他有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地图了 你看他这个几个Gauge都画出来了 Gauge 那Hemersley在这边 这里边有营地 但是营地经常帮忙 所以说我通常就住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通常 我后来只好住在这个地方 满静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也还可以的 开车进去也还可以的 一般车都可以开 可以一般车可以 不需要越野车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你可以 到XMouse 然后住车开过来 然后住在这边就可以了 嗯 嗯 行 然后呢 嗯 这个 XMouse XMouse呢 嗯 等一下啊 XMouse地图还得拿出来 XMouse是在这个地方 嗯 右边这个 这个小小这个地方 这个是XMouse 嗯 这个地方 嗯 小小的 那这个地方这个度假圣地 也是潜水的圣地 也是佛潜的圣地 这边有很好的 好像实际上有名的 这个潜水地点 嗯 就就就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很想去后来想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这这 现在好像不是经常潜水 好像没有把握 就就后来就没去了 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海军 海军基地 嗯 嗯 很热门 那这边的话 他实际上他这个 这个这个叫做 这个景景观 他都在沿着这个海岸线 沿着海岸线 自图路 但是一般的车可以开的进去 嗯 可以开进去 然后在XMouse 他这个水呀 就是像这样子的水 嗯 非常的清澈 很漂亮 我是对海不是太感兴趣的 因为我在海边的时间太长 嗯 但是这种海边我还是觉得非常的美 OK 这次又是一段了 然后再下一段 再下一段就叫Carnavon 嗯 地图要拿出来 这是从北向南的 嗯 Carnavon 这个刚才讲的XMouse 就在往北边 然后下来到这边 Carnavon Carnavon 这是一个点 嗯 一个点 这个看一下就行了 嗯 然后这一块呢 是 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市移地区 World Heritage Area World Heritage Area 它就叫做Shark Bay 不叫National Park 它是Shark Bay World Heritage Area 嗯 里边的东西很多 包括这边的 嗯 小岛的 嗯 我说只有的古灰级的这个游客 才会旅游才会闯进去 嗯 但是这边确实是 非常的美 嗯 非常美 这个市区车 那一般的轿车 它是土路 嗯 是土路 一般车 可以到 但是呢 最后这一段 从这里 啊 你看这边有个小星星 从从这里 小星星这边 这一带 从这边到这边的话 实际上是 铺设路面 但从这边到往里边去的话 是 是 哎呀 这个叫什么沙土路 那个 只能是至少 Prado才可以进去的 嗯 而且这种 被告诫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轮胎的气压要放到 十八 二十 十八 二十 就就像 就像那个气球一样 暖暖的进去 嗯 但是里边非常非常漂亮 嗯 叫做 嗯 Cape 这是法语诗 嗯 我到后面讲好了 嗯 这是法案 根据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呢 就是Carnabon 他这个海浪进来之后 他会从这里面 有个孔 他会喷出来 能可以走到这边来 能可以走到右边来 在这边呢 拍照这个这个地方呢 这海岸线也非常美 嗯 所以说这个Carnabon 这个景点 主要就是这个景点 这个是左边的 嗯 左边看到的是这个 我就想 哎呀 这个像铺 像桌布一样 这个 他那边暗 这个这个海啊 海浪冲上来 像桌布一样 铺下成很美 但是我 我拍出来就这样子 没有拍好 嗯 然后这个就叫 Shark Bay 那个地方呢 他有这个 这些 这不是沙 这是贝壳 全部都是贝壳 嗯 他是多少万年 积累下来的贝壳 嗯 很很特别 嗯 这个这个公园呢 他叫François Péron 他是一个法语局 这个是法国人 但是发现了 然后他用他的名字命名 François Péron 这个英语就叫François Péron 可能就这么念吧 嗯 这个是要这个越野市取舍进去 很漂亮 嗯 非常漂亮 这个是走到顶端的了 走到顶端的 这个是航拍的 也可以坐飞机看 坐航拍的 坐航拍就可以看到这种景观 这种景观 嗯 这个景观 他说 那个驾驶员 飞行员说 他说 当时 有一个人拍的这个东西之后 好像 多少钱卖给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不知道 嗯 但有人这么 他们 做航拍 真正做航拍摄影的人 他们坐自身飞机上去之后呢 他是要求把窗户打开了 甚至把门打开来拍的 嗯 嗯 我们这种游客 他不会让我们这么做 隔一层玻璃的话 就差就差一些的 飞机坐一趟花多少钱 嗯 最贵的 最贵的 我是在 Horizontal Horizontal的话 Falls 最贵的 两个人是两千多块 然后其他的话 一般来说 四五百块 两个人四五百块 嗯 嗯 还可以 嗯 那一圈 上去等于是在上面赚一圈 啊 赚一圈 他不 啊 自身飞机有的会停下来 只有一个停下来 其他都没停的 就是赚一圈 嗯 嗯 对 两百六一张 嗯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方说配号这个地方 这个是这个两百六一张 嗯 两百六一张 这个这个挺好的 就是看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是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 叫做卡巴里 National Park 等一下哦 这刚才看到这个是 叫做 Shark Bay啊 刚才看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是这一代 这一代 然后这一代已经看完 现在呢 往下来到卡巴里 National Park 这里面是另外的 卡巴里 National Park 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内陆的 一个是海边的 这个粉湖 很聪明的粉湖 就在这一代 就在这一代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内陆这一代呢 有这个景观 叫做自然之窗 Nature Window 自然之窗 这个 你到夏天去 说非常热 他们就 九点到那边 就受不了了 嗯 要要徒步 要徒步走到这边 路不是很难走 嗯 然后这个是内陆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到了海边了 海边的话 他们说这个地方 是很多人冲浪 很多人冲浪 这个 他说比黄金海岸那边的 这个这个 冲浪的天堂的 好了 冲浪的天堂还好 浪更大 嗯 我也没拍好这个 那这个呢 就是粉湖 这个是走路 开车 开车拍的 嗯 开车拍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 航拍的 嗯 这还在卡巴雷吗 这卡巴雷对 卡巴雷它就这样子 卡巴雷它这个 其实粉湖啊 它不是卡巴雷 但是呢 你简单来说 它就开卡巴雷旁边 它叫做 帕特格雷 帕特格雷 它叫帕特格雷 它就在卡巴雷的旁边 嗯 嗯 你看它这里 它就在这个方框的下面 方框下面最下角 就地图地图这个这个到到底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当时是从卡巴雷这个地方 开车开下来看 嗯 第一天看完之后 没有没有看没满意 第二天又开一次 看完之后 然后再坐飞机看 嗯 嗯 嗯 行 嗯 然后这个是这一段的 其实卡巴雷完了之后呢 下面路就好走了 嗯 下面的路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多了 嗯 下面这个就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卡巴雷下来的话 实际上这里边 再往下就到PERS了 嗯 这一段下来的话 其实 看野花 看野花的地方就在这里 嗯 看野花的地方就在这里 从这个叫Jereton 这边进来看野花的 嗯 野花实际上 这个西奥的野花 季节 其实 嗯 挺长的 它不同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它早一点早春的话 它有早春的花 中春晚春的 它有晚春的花 所以说一看看的 到那边其实都可以去看 嗯 都可以去看 嗯 这是比较典型的 这个西奥才有的这个话 叫花黄花 嗯 像花黄 实际上它是一朵花 嗯 就在路边 嗯 然后这个叫做尖峰 尖峰什么 尖峰峡谷 Pinaco 尖峰峡谷 他们说要在 来拍星空 比较好看 嗯 嗯 来星空打这个前景拍星空 有那个有那个意思啊 嗯 我这个没有比较偷懒 Kermen已经在流口水了 哈哈哈哈 Kermen也可以到这边来拍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飞到Pers 然后再租车上去可以的 嗯 然后这个已经到Pers了 这个就叫Kings Park 里面拍出来的 里面的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花了 嗯 OK OK 那么这一段就完了 嗯 这一段就完了 然后Pers下来呢 哦 等一下 这个刚才 刚才这个这个地图 忘记拿出来 这个就是看野花的地图 这个就是看野花的地图 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收 收得到 然后再 再往下到Pers下来 Pers呢 是一个中间 是一个比较中间的这个地方 那Pers下来 实际上东西是非常多的 嗯 这个谁啊 那个那个小红啊什么 他们还有那个 陈医生 他们都在Pers住过 其实Pers南边的话 但是汽车一般叫做都可以到 啊 都都都都都可达 其他有几个地方特别美的 像比如说Denmark 特别特别的美 嗯 嗯 它的线路是从这边下来之后呢 我是从这边下来之后 从中边上 从中间上去 然后再往 再往东边走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下来一个叫Basserton 嗯 Basserton的话 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Jetty 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特别 它这它下面 这边有个水族管 天然的水族管 嗯 自然水族管 就是没有用玻璃包起来的 这就柱子上 有这个东西 就像这个东西可以拍的 嗯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这个是在哪里 这个是Nature Spa Nature Spa 这个是在哪里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是在Margaret River那带 嗯 是在Margaret River 它就是说 海浪冲进来之后 会从岩石这边冲进来 它形成一个像Spa一样 冲浪玉这种感觉 嗯 嗯 然后这个也是在Margaret River那边 它有很多的这种的 这个Cave 嗯 岩洞 嗯 有很多的这种的龙洞 嗯 两个最漂亮 一个是Lake Cave Lake Cave Lake Cave 就是有湖啊 你既然有湖就有倒影了 所以说这个倒影就显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叫做Dewal Cave 就是宝石了 宝石的Cave 我觉得Lake Cave更漂亮 澳洲啊 其实Cave在中国是很多的 这个澳洲也就也差不多这样就行了 嗯 这个是在这个这个李超也去过 这个叫做Lake Cave Lewin Lighthouse 这就是说这个是印度洋跟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大大这个叫做这个这个南极洋交界的这个地方 我没上去 这个因为封闭了 嗯 封闭的没有上去 然后这个呢 旁边你应该来看一看 旁边走一走 这个就是我做趴地松 就是这样子的 嗯 趴地松 然后到当麦了 嗯 到当麦 当麦的话 当麦的湖 当麦的这个海水非常非常的美 嗯 非常美 这个叫做Green Pool 嗯 这个Green 绿色不一定是绿色的 Green 就是 嗯 他有人放在果林 嗯 这个比如说高打高福球进球区也叫Green 嗯 这个 这个水非常漂亮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叫做Elephant Rock 嗯 像像岩 嗯 Elephant Rock很漂亮 但是这一定一定要好天气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阴天 什么东西都一点不好看 那第二天灰闷闷的 第二天的话 是好天气 非常的美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嗯 这个叫也是Denmark Denmark 这个叫做Ocean Beach 嗯 这个好像跟 那个Wesunday Island 有点差不多好像 嗯 很漂亮 OK 然后这一代 这个就讲完了 这个就讲完了 差不多 差不多西奥已经讲到第八篇了 第七篇 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就到中部的这个Wave Rock 嗯 去叫Wave Rock 我是从中间上去的 不是去Wave Rock有两条路 一个是从Perss过来 一个是从下面 从Denmark 在奥巴雷那边上去 嗯 我是从下面上去的 所以说 途中经过几个粉湖 这是其中一个 嗯 嗯 那个天气不好 这个 这个拍出来 我是有一些后期 加工多加了一些 所以说颜色到红了一些 实际上 真正看的时候 好像没有这么红 好像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嗯 然后这叫Wave Rock 其实Wave Rock有两个地方 有Wave Rock Kingshanium那边好像也有Wave Rock 没有 不是在Kingshanium 实际上是在 呃 南澳的 Udina Udina那边也有个Wave Rock 我等会会有一个图显示出来 嗯 那这个Wave Rock 你其实是可以爬上去的 嗯 有一张就是爬上去 你在这边好像做出一个冲浪的动作 就拍过来 好像在冲浪的这种感觉 旁边可以上去 然后呢 这个叫做Magic Lake 嗯 也在Kingshanium 这个营地的旁边 它就有 它这湖的颜色会变 嗯 不同时间到颜色会变 这个是人工湖 但是水的颜色会变 然后 这个地方一般人去的比较少 叫做Kalguri Kalguri 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金矿 我们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Alan Bond 他后来实际上 他在这边 把很多金矿收购起来 做做一个大金矿 做一个大金矿 露天矿 很大的露天矿 有金矿的地方 城市必然是比较 华丽 嗯 这个是街道上街拍的 嗯 对 然后这个就是金矿 现在还在开是吧 现在还在开 他说好像是是澳洲最大的露天金矿 嗯 在全球也排得上明示的 嗯 你看他这种车 你看这个下面就右 这边 小小这个是这个是越野车的 这个是大的工具车 不跟我那车差不多啊 像蚂蚁一样 他这运矿的设施是这么大的 嗯 嗯 这是金矿 可以到里面去看 我是订了票进去 进去看 结果走一半下雨 中途取消 就没就没有办法去取消了 但是旁边可以看 旁边他有一个look out 可以看里面这矿的情况 就是你可以顺着这个路下去 哦 不能不能下去 他就不让不不不 不让你下去 你你这个只能呃 呃参团的话 他车子下去 嗯 你现在这样 你现在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这个是呃 公开的地方 OK 嗯 公开地方 其实我的这个这个 这个矿的这个左边 这个下去 这个是矿 嗯 左边是矿 然后我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大路 马路旁边 他有一个 一个空地 可以让你看 可以参观 我觉得 其实在马路旁边 看的景观更好 对 嗯 那里边那边跟里边 我也进去过 从那边看出来 好不如还不如这边好看 稍微远一点 能把那个路的线条都看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们的看法 跟我们看法不一样 摄影的眼光的话 他他 我是很差的 他也会觉得 从其他地方 拍的会更好一点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然后这个地方 很多人走完之后 就就不走了 呃 其实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等一下 呃 这个这个啊 卡古里 卡古里这个地方 这个就金矿了 卡古里这个地方 在往北 有个叫 Lake Ballard 很多人都不去 嗯 其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 嗯 很有的 这个我下面看了 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 就是看来 刚才看的那张图 就是这个地方 Lake Ballard 它是土路 但是一般的车 还是可以进去的 嗯 等一下 我把这个照片拿出来 Lake Ballard Lake Ballard 它可以去 但是你如果一般车的话 进去到里边之后的话 再再往这个这个湖边走的话 再往湖边走的话 可能有的路比较不好走 但是不长 你了不起挺远的 多走一些 这个是可以走进去的 我取这张图出来 其实目的就是 看一些这些小人物 嗯 像什么 这个这个是 根据真能大小做的 扫描之后 用激光打印出来之后 然后用这个不锈杠做成的 哦 对 他当时是一个 是哪里一个 法国人还是什么人 他要求这些 这个模特 衣服脱了全脱了 然后扫描 他很多都是当地人 扫描扫描完之后 他按真能大小做的 排的好像有 有几十个好像 就排在这个路边 然后在旁边有一座山 你可以登上去 可以走过去 路这个这个地方 都可以走的 如果没有水的话可以走 或者走到对面 有座山可以登上去 那就可以看到这种的景色 嗯 我拍的照片里面 是有人走到这个旁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 没人的更有意思 好像有三个人 三个的人在这个里面 嗯 嗯 这个很值得走 然后这个 Lake Bala 完了之后呢 就是往南边 嗯 这边再看一下 Lake Bala 完了之后 然后就往这边走了 这条虚线 就是去南澳的虚线了 那我一直走到这边来 因为这边 它还有一些景色 一个叫Lake Bala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 一个度假圣地 西澳的非常多名度假 但是你在这边 你在PERS在这边 你租车是可以开到这边来 但是时间比较长 比较远 这个地方好像 机场好像在这里有 嗯 不是太方便 嗯 所以说我也没有 多去了解 到底什么样造这个地方 嗯 我现在看到地图上面 有一个叫Pink Lake 对啊 对对对对 Pink Lake 我就我下面就有个Pink Lake 嗯 然后呢这个地方 下来 下来 刚才从那个地方下来 会经过这个 Lake Lafroy 这也叫Silver Lake 哎呀 非常梦幻的感觉 这好像是岩 是岩块还是银块 还是涅块 好像非常梦幻 我这个是用长焦拍的 嗯 我不知道 可能我的过滤镜有问题 因为那天天气挺好的 但是总是天是灰蒙蒙的 我的过滤镜 前面那个保护镜 过滤镜 一盖上去 可能前车变灰了 可能我要去试试看 以后拍的时候 把那过滤镜拿掉 看情况怎么样 可能是这个 非常梦幻的感觉 然后这个下来的 这叫Esperance Esperance 这个在路边 可以拍到这样的景色 非常漂亮 海边非常漂亮 海边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 这个Cape Lagrange 这叫Hairfire 叫地狱之火 到那边一定要到海边去看 他们说地狱之火的 地狱的火的颜色是蓝色的 所以说水就是这么狼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叫Lucky Bay 度假圣地 度假圣地 水也很漂亮 度假圣地 这个就是Pink Lake 在这边 这个要做直升飞机过去 要做直升飞机 也不贵 万一多少钱呢 也不会做直升飞机 它会在岛上降落 然后再带你走到湖边 湖边的话 有的东西 就是你 我们说审美 审美距离场是美 就是你要有一点距离 去看的话比较美 如果就在湖边看的话 你实际上看不到它的美 但是它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它带你去 现在只能坐飞机 以前还有这种 商业 商业运营的 这个船会开到这边来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只能坐直升飞机 预定一下直升飞机 我自己觉得天气不好 天气好的话 应该是非常漂亮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没什么水 它这种粉湖最怕 什么荡水进来了 冲荡了 就没有了 但是它没有 所以说这个很漂亮 它这个红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 是里边的矿物质吗 还是 不不不 它是一个藻类 它实际上就是葫芦不素 OK 葫芦不素 OK 然后这一段就完了 然后快完了 这个叫做西奥就在这里完了 然后这叫南奥 南奥 南奥的地图来看一下 南奥其实东西不多 从西奥这边过来 就一直开下来 在这边开到 这边有一个粉湖 叫做Lake McDonnell 但是我走完之后 刚好收到 好像刚好收到李超的一个运行 这边有 我走之前 他发过来 他说这边有个粉湖 结果我落 我落了 我走这边没有注意到 就一直往下看 一直看到阿大利 哎呦糟糕 这边有个粉湖没去 后来又返回去 600公里 600公里 我也返回去去看 我就不要留下遗憾 我现在从这里过去 至少比从布里斯本来 要进好多吧 那么又返回去 看了一下 这边沿途有一些景观 然后这边有一些是抓鱼 钓鱼 跟那个抓螃蟹的好地方 其实沿海没有什么 这个都没什么 然后在这一带有个粉湖非常 就是Bambunga这一带 这个粉湖非常非常的美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呢 叫路途拍的 它是一个很长的这种海岸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叫做不间断的 这种的悬崖了 然后这边是个叫做Fourless Bay 这个是抓鱼的 抓螃蟹的好地方 但是那天风太大 它有个沙丘 我就没有停下来 留下来抓鱼了 那个抓螃蟹就走了 这个就是Lake McDonnell 它一边是粉的 可能要看天气 还要因素很多 也要看盐的浓度 什么因素很多 所以说不是很粉 右边这个湖不是很粉 然后这个叫Seduna 这个是抓螃蟹的 很容易抓 非常非常容易抓 就要把网洒下去 就要把网洒下去 有些这种鱼头 抓抓在里面 爬下去 过十分钟 那上来肯定有螃蟹 1月份 2月份 3月份去 肯定抓的 满载 满载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就叫五定 这个另外一个是Wave Rock 另外一个Wave Rock 它就比那个 那个Wave Rock 要小一点 第二大 这个在内陆 这个是Wave Rock 的一个山上 它有很多很多这样 奇形怪状的这种的石头 这个在Venus Bay 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右边这个地方 Venus Bay 在这一带 好像在这一带 不是应该在这一带 应该在这一带 Venus Bay 就是有一个洞 里边走到里边去 然后这个旁边的话 实际上也挺好看 旁边有这种的 海边它有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颜色 有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有圆的 有长方形的 各种各样的 挺好看 然后这是Coffing Bay Coffing Bay 就是这样子 它两边的海流 刚好在中间 会在一起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 我这次旅行中间 基本上有粉湖 我都去了 然后有包括去的地方 没有不粉的 都去了 然后我觉得粉湖 最美的一个就是Hard Lagoon Hard Lagoon 就是在Coffing Bay 下面那个 坐飞机看的 另外一个就这个 这个这个的话 它就是说 你在路边 你就走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 从能走下来 能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 最美的 但是你最好在黄昏的时候 接近黄昏的时候到 它的颜色会变 颜色会变 这个叫做少女情怀 我边的 开玩笑 说这里 当时那个叫做 叫做Quantus 也出名之后 出名之前 Quantus在这边拍了一些照 然后后来就变得非常热门 非常热门 少了一个模特 要一个模特站这边 就好看多了 它的好处就是在路边上 对的 它路边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它那边路边的话 它有个观景台 它现在有两个观景台 两个观景台的话 实际上 有一个观景台 它靠的比较近 但是都不是非常好 它在两个观景台 中间有一条路 那这条路的话 外面的车子进不去 但是你从一个观景台 旁边 可以走得下去 可以走下去 走下去的话 它有一条路 它是穿过这个东西的 就在我这个右下角 这个地方 就从这边有一条路 最到对面的 所以说你可以 你可以到里面 尽情的从不同的角度来拍摄 而且它右边 是另外的颜色 有黄色的 所以说一定要从这条路 我当时到那边的时候 我后来那个悉尼的朋友也去了 我说你一定要下去 结果他没去 他就在上面用那个航拍拍了一下 他没去 所以说没有拍到像这种 其实一定要下去 它那个那条路头 它一个观景台 就是路边的停靠站 停靠站之后呢 你就只能看一下 但是这个停靠站的话 是可以走到路边的 另外一个停靠站 它有一条步行道 带你进去的 会直接到这个湖边 但是呢 但是进不去 但是进不去 所以说你应该在 在路边那个停靠站 只能关紧那个停靠站 从那边进去 从那边走下去 走一个下坡的路 下坡的路走下去 那个会看着 就可以走到湖边了 OK 然后这个到阿德雷德了 阿德雷德没有什么东西 我只是把这个地区拿出来 叫Sterling 你看这个都是分数 到秋天的时候肯定非常美 Sterling Kangaroo Island 我跟李鸿玉都有共同的感觉 这个Kangaroo Island 就是夸张了一些 没有那么美 确实没有这么美 没那么美 就是两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美的 一个就刚才那个岩石 还有就这个 这个比较美 其他的一帮 这也是Kangaroo Island上面 这已经离开Kangaroo Island了 那边又听到说 那边又有一个粉湖 我又去了 再叫Lake Albert旁边 就这样子 也不是很漂亮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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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南澳就完了 南澳就完了 南澳完了之后 现在回家的路了 回家的路 回家路 我当时没有办法 本来是想从这边 从Broken Hill这边进来的 他说你叫24小时进来 进来就24小时 离开新南威尔市的话 到昆斯兰州 就不需要隔离 后来我打电话 问昆斯兰 昆斯兰 走了1000多公里的土路 历史路到这里 中间只有一个地方有休息站 有一个旅网 其他地方都没有 所以说我开过来之后 大概一面过来的车 好像只有三步 走了1000多公里 只有三步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 不应该走 那这个景观 这个景观 这个也是一个粉湖 但是实际上已经不粉了 这个但是很多是 我很早就听说 澳洲的中部有一些 武器试验场 就在这一带 当时英国的很多的武器 就在这边试验 就在这一带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标志 这边铁路有个标志 叫你不要进去 嗯 可能还有一些放射性的东西 嗯 呃 这个是另外一个 lake heart 另外一个 旁边照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这个是lake eye 这本来说这是粉湖的 有很多漂亮的鸟 没有你不你这种 浮水剂没有 所以说没有鸟进来 啊这个就是Birdsville track 你看走的路就是都历史路 嗯 嗯 回到昆斯兰了 哈哈哈哈 哦 嗯嗯 Birdsville 到尾回到家了 没了 就这么走了一圈 嗯 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很多地方啊 刚才把那个地方把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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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拿出来 嗯 很多地方呢你都可以坐飞机再租车 不需要像我这样走三个多月实际上也是很辛苦的 其实从南澳到昆斯兰路也并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进入昆斯兰以后回来还得要开很大的一间路 对啊 嗯 可以走 其实我都觉得你如果有时间你如果疫情这种比较缓和的话就就就是就是 就是慢慢开就是这样子哦 嗯就是慢慢开一段时间就慢慢但是他那边确实有个问题 他点跟点具体具体比较远确实有个问题 还有一点啊从阿德雷的到艾利斯兰这一段没有什么东西嗯嗯所以说这一段没什么东西 要要有那种精神就是说我错过了什么东西哪怕六百公里我也得开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我是发烧油啊你 哈哈六百公里这个啊这个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再往下走的话可能秋天呢我可能会从这边下来 嗯可能可能会还会还会会到会到这边有一个叫蒙根比亚 等一下嗯这边我都走到这边有一个嗯 嗯南奥南奥的其他景点有个叫蒙根比亚它是像蒙根比亚就是在维都利亚州跟 然后交界的地方在海边交界的地方他那边有个狼绿双色湖嗯有个狼绿双色湖嗯有个狼绿双色还有一个 类似于天坑图之类的东西呃那个地方挺漂亮的然后你到了这边 走你进了维都利亚都有几条路可以走一个从蒙根比亚直接走进来 走都大洋路到吉隆这个是因为我以前在墨尔本住过15年所以说这条路 非常熟悉就是走大洋路啊那或者呢 你到北到到的Granpian National Park这个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再到巴罗里巴罗里金矿嗯或者叫Bendigo也是金矿 我们说新金山新金山指的就是这一代巴罗里巴罗里跟Bendigo 对嗯或者呢在蒙根比亚地方呢再往北到了蒙根比亚再往北 然后呢你到了墨尔本州回西尼到西尼有两条路一个走内路线的到Bright 你应该应该去Bright Mount Buffalo这个地方很漂亮啊 啊瓦东嘎很漂亮啊瓦东嘎一般一般这是一个城镇啊 一个就是那个边境的城镇啊还有一个是走沿海线 Fillip Island就企鹅岛啦还有Lake Entrance啦 有这个马拉库塔啦这些地方也都很漂亮啊 啊另外一点在新州啊新州在Mildura附近有个Mongo National Park 这本来也是我这次我我上次应该去的Mongo National Park 也挺漂亮的呃我心里这个朋友就去过 呃大致就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看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 问问高老师 能不能把那个你你这个啊现在打出来这个东西放个给我们 啊行行行行没有没有问题我到此就发发到发到群里好了 嗯另外还有一个啊这个如果你想看我这完整的线路的话 你应该到我的那个美片里边我一个完整的美片已经发到群里边了 嗯OK呃如果没有问题的我简单花花这个五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欧洲冬日游 走的线路是类似于东欧吧 主要是东欧的这些国家 因为这些我没去过波廊斯洛伐克 我们听说捷克斯洛伐克分开了斯洛伐克没去过 匈牙里已经去过 这个斯洛文里亚估计很少能去过 然后这些地方嗯然后的这个后来我当时是想去看北极光的 从瑞典上去从瑞典上去上去进入北极圈 嗯北极圈我是在零下42度开车进去 嗯嗯然后的汽车的话一般的轿车啊 一般的轿车啊但是你需要有冬天的轮胎 需要冬天轮胎 然后你去租车的时候手动自动 其实一样的但是呢 这个在欧洲很奇怪 手动车便宜一点 嗯自动车贵 手动车便宜一点 因为我喜欢开手动车 随着我出门我都是租手动车 然后住宿的话都是booking.com 嗯然后呢去欧洲不要紧去北欧的话 你要带这个东西 嗯传单备照整头套 因为他们那边旅馆你住进去他没有这个东西 你说怎么没有他等于要去租 租一套下来十个欧元 很贵所以说应该应该带这个东西 嗯我当时的导航就是这两个 嗯自带小电方锅小电炉 当时没有构置小煤气炉 其实煤气炉非常方便 还有在当地买烧水壶啊 欧洲的旅馆很多没有烧水壶 嗯我自己带一个小的烧水壶就是 然后这个是我的信录 然后我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啊 那你那你租车的话 嗯是就是租一次吗 还是啊租一次啊不不不分 在柏林柏林租回来再还给他 你租车一定是这样子 租车里是原地租原地还的话是最便宜的 异地还车的话是很贵的很贵的 异地还很很贵 所以说我一般设计线路的时候都会设计一下 哎从这里租然后呢怎么怎么绕怎么绕怎么绕 怎么绕就回到这个地方来 嗯我一般都这样子在中国旅游开车也在美国开车也是这样子 我都是回回到当地 那这些经过这些国家的话 有没有左右开车的问题啊 哎呦啊 我就有个这样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 我左右导导导程都非常快 我可以上午在伦敦开车啊 又下午在法国开车啊 啊对这个 但是这些国家都是靠右行驶的 嗯 这些国家都是靠右行驶嗯 嗯 嗯 英国的话是靠左 英国的这个这个这个都是都是靠右行驶嗯 刚开始不习惯到后面很快也就习惯了 嗯 然后这个我简单给大家看几个照片啊也不多 嗯 这个是这个呃柏林柏林这个叫的波斯坦我们听说波斯坦公告 这个不知道这个谁神仙有没有在群里面他在这个他他搞旅游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呢这叫无忧宫 我拿出来其实不是主要讲着无忧宫而这无忧宫旁边有一个宫殿 这个叫做新宫 这个宫殿里面呢这个宫殿里面有有有有有的不里面不让拍拍照 这个宫殿里面他有一些的这种的厅 是全部都是用贝壳布中的那样的贝壳 建造的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 我这个无忧宫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到的无忧宫 觉得很美第二次我又去无忧宫啊这个搁了几年又去无忧宫 然后呢到了第二次去的时候说新宫新宫很美去了一天关门 我说好吧那我先去游游完之后到了一大就两个堆回来就赶 挑了那天他开门的然后过去哎呀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这个新宫大家如果对德国都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去柏林 然后这是华沙嗯华沙的皇宫的广场这个是柯拉科夫这个柯拉科夫是柏兰 柏兰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德军基本上把那个炸平的 但是呢这个是当时是德军的在柏兰的一个基地 所以说保留非常的完整嗯没有稍等一下 然后从这个柏兰之后我就进入进入的斯洛伐克 这个就是路边拍的嗯在路边哎呀很漂亮就停在这边拍的 嗯很漂亮这个斯洛伐克的首都 多脑河呃我呢懂呃音乐懂一些吧因为我我我我拉小提琴 然后呢这个很早就听说这个叫做什么多脑河之后 所以说我到了这个欧洲多次要去找多脑是多美呀多美呀 哎一直让我很失望最后这次他们说多脑河汪我去了多脑河汪 我看最美的也就是如此了 好像多脑河的美是因为斯特劳泽的音乐让多脑河美 像实际上多脑河并不是非常的美 我感觉这样我跟学生上课 我说布里斯本的河可能比多脑河还要美 凡是这种一个国家的河他好像有一种有一种情怀一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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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斯洛文尼亚 叫做Bread这个地方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我我到了那个地方多多 去的两次还是三次这张漂亮这张这是非常我满意的 我在河边走的时候在湖边走的时候看到这个的划船 赶紧跑一路狂跑狂跑我就想用这个做背景狂跑狂跑狂跑跑 他看到我跑过来他也慢了一下也慢了下来 所以说拍拍出来这一张这张我是非常满意的这张 这张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个一边这从另外角度 刚好有一个船过来在这个这个斯洛文尼亚非常美 这个他旁边的科罗地亚也非常美但是我那是没去 这也是斯洛文尼亚 这个也是斯洛文尼亚 没有到乌克兰去看看 就在旁边的没没没去 现在去不了去不了了 这也是斯洛文尼亚 他这这些还保留的很好 这些古城啊保留的非常好 这个是也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叫皮浪 这一个一个古城镇 这个叫德国了 阿尔卑斯商 阴潮 看到这个这对小小建筑阴潮 我本来想上去 车子开半边之后 而且没路的 我这叫山就要徒步爬上去 我想上了上 阴潮盖完之后希特勒只住过一次 因为希特勒的恐高 没住 这个就是阴潮所在地 这个是布拉格跟多纳河 布拉格跟多纳河 这个是英式布鲁克 这是一个小公国 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奥地利旁边呢 英式布鲁克 这个是列子敦斯敦 列子敦斯敦 列子敦斯敦 也是个小公国 挺很漂亮 这个瑞士的一个 英特拉肯少女峰 刚好赶上有人在这边 这叫叫什么 这个叫不知道吗 好创伤 这个是进入瑞典了 这个是中午射典的 感觉到像黄昏一样中午射典 这是中午射典 北极圈中午射典 嗯 这个是也是北极圈的中午射典 嗯 也是瑞典的 嗯 这也是瑞典的 瑞典的北极圈 这个是瑞典的一个小渔村 叫高海岸地区 小渔村 我当时去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想到 他会怎么样 就到那边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是天已经是 他们那边在北极圈里边 太阳实际上是不升起来的 只是天空亮了一下而已 哎呀好漂亮好漂亮 这个这个落日非常美 这个也是高海岸地区拍的 那那就是说 落日的那种光线的条件 持续时间很长了 对很长很长 所以说这拍摄的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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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光的那个地方 嗯 还有 没了没了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零下42度 证明零下42度开进去 那边开车的经验和你 这一次开车的经验完全不同了 啊完全不一样 这个这种开车进去 实际上你你你你你只能在马路 正都他高速公路上你只能在中间开了 嗯 那高度是两两车道了 你只能在中间开的 旁边都是雪 嗯 还有有时候风刮过来之后 他们东北人叫大烟炮 嗯 雪会吹起来看不懂 必须必须停下来 嗯 嗯 嗯 必须停下来 然后才能往里面去 啊 大概就这些 啊 这个这个这个每篇我还没写出来 我接下去我要写这个每篇 会把这些图都放进去 这是哪一年 这是15年 15年 15年 15年去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讨论讨论 问问 啊 这个谁出了一个 万里长征 红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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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对你好高老师啊 讲得很好 你好讲得很好 我就我就提提啊 给你comment了两个 第一个我说你相当于我们公司的高管一样 我给你我们的公司转了一大圈 从昆斯丹的北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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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土矿 然后到 北领地的那个那个那个 右矿 然后西澳的盐矿 铁矿 跟你转一圈 金矿 还有一个金矿钻石矿 钻石矿 对呀 那粉矿就是钻石矿 也是我们单位的 厉害 厉害 然后那个盐矿 你那个派理也很好的 你那个横罩的 因为当时的话呢 就像有我们前几天 我们单位那个 我拍吧 就是那个我们单位的那个那个盐矿 就跟你那个拍的是类似的 拍得很好的 那个 谢谢 那个拍得很好的 你们单位应该请他做代言了 是啊 是啊 是很好的 而且你是很勇敢的 那你那个开车的话 那个土路的话是很难的 因为要上市的话 六月份 去年六月份 我上那个白领地的话 我也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大石头到那个 那个 那个土路 我就走了那个大概四了一百米 我就不敢走了 他就是那个massage 那个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很难受的 车折路 车折路 而且你开车技术要很高 你的速度的把握的好 第一个呢就是安全 第二个呢你就保护车 所以所以所以 所以那个那个的要有技术的 不光是你那还是很勇敢的 看那么长的那个 你回来了 那那个是一千多公里书了 厉害厉害 得向你学习 谢谢 不敢不敢不敢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谁 高老师 你说 可以接下来就是你这旅行达人 组织我们搞一次秋拍吧 马上我们现在昆斯兰不是进入秋天 我们可以去摩尔本呢或者是 西南威尔寺那边呢 你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最好你能领队最好了 刚才那个谁说 刚才那个刚刚刚刚刚开始 我们已经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行的 我们这一次有这么这么好的那个 导游想导 我们组织一次哈 我们讨论一下 看讨论一下 看看怎么样的方式 看看看看怎么样 讨论一下 高老师这么有经验 高老师先把那个 先把那个线路给我们 规划一下 行行行 我实际上我在那个秋拍的美片里面 已经有一个线路了 其他已经有一个很详细的线路 要翻出来看看 翻出来看一下 你们就可以了 其实关键就是说你们要有多少时间 我其实啊 这个题外话 我去年我就想 哎呀 冬天到了 你们不去拍雪景吗 我想我不在 我如果在的话 可能会问一下有没有想去拍雪景 其实拍雪景也挺漂亮的 其实我们大部队大部队出去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选点 选的就是精炼一点 你比如说像那个Broom那个地方 很集中的地方对吧 对对对对 选一个点在那住几天 然后就是说是这个 可能不会就是这样绕太多的地方 可能有道理 尾刚你这个不是高老师的路子 高老师人家是四驱越野 去那里你们都去不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高老师 高老师说的那个走那几个点 我是真的都是从从这个达尔文 特斯包括哪都是飞去当地拿车 只是那么玩 你中间那个那个公路 就特别是没有摆油路面的 全部抛锚 你根本就就开不了 所以租车租车可以租四驱吗 可以四驱你也租不到高老师那样的 你像高老师他是走这个 你注意他前面讲了吗 他特别换了两个耐用的胎 还他们扎破了呢 是不是高老师 你租的车 你租的车你回来 你肯定要陪胎的 嗯 那个太贵了 那个太贵了 我放上去两个照片 我share了 不知道你们看不见 看不见 一个就是那个灯塔 灯塔我是从 特斯 特斯开下去的 在奥格斯特住了一夜 然后玩的那个 Marguerite River 那几个那个 Cave 是那么玩的 然后去那个浪石 其实是第二次去浪石 啊 都是都是飞到浪石 一次不能玩成 玩完那么多点吗 一个一个点玩的 嗯 那个Kingskaya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帝王谷也是去大石头 所以从大石头那边过去 下了飞机先去了大石头 Kingskaya那个住宿非常非常差 是那种是那种公共浴室的那种 嗯 但是没没没没办法 那是那是一定要在那住的 一天回不来 嗯 那个拐角那块有一个很大的方法 我不知道那个高老师到那没有 他有一个那个那个牛厂 几千个埃杆那个牛厂 唯一他那有一个加油站 我后来车开到那没油了 正好在那没油了 在那加的油 嗯 没有去我那个牛厂我没去 对 他就在那路边上 嗯 刚才那个伟刚老师有说到一点啊 就是可以点他提示的一下 就是可以点集中的 那么我刚才在联想到这个 这个秋拍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就是往南去的话景色比较好 所以说在途中 如果真的有有这种说 走集中的话 那有一些一般的点 我们可能少带一点啊 时间就少花一点 把时间多出来 腾出来的 花到花到比较集中的地方 比如说我一直 一直讲到bright 跟那个Mont Beauty 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其实可以花多一点时间 而且也可以相对来说 比较有保障 它那边可能 真的是秋色比较好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坎培拉 这三个点的话 应该是景色比较好 还有在李宏玉这个他昨天 那不是他去年也有讲到 他他就走到坎培拉 这个也拍得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很好 这个建议我觉得可以 因为时间有限吧 你如果时间不限的话 你慢慢有这个地方多大 那个地方多大 时间有限要考虑到要抢秋 所以说就是比较集中一点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高老师 那个挺好的 是那个bright去年的话 我都已经跟你都联系好了 最后就没去成 那今年一定得去 那个bright是很好的 就是那个高老师 他也给我那个联系地方 都给我联系好了 然后景点也给我们看了 我也做了一下那个 那个路线图 那个那个攻略 也很好的 那边很好的 那边很好的 那边今年这局去吧 看看有多少人去 现在是这样子 我前两年刚刚跟那个 那边负责 就是那边有一个 我在Mont Beauty上次说过 我有个holiday house 实际上跟澳洲几个 十几个朋友一起买 他们是很早很早参加的 我是中途参加进去 有个三房一厅的holiday house 然后那个 主要是滑雪用的 然后 前两天 他说 NSEC Day 三个网站都已经给定满了 所以说 这个 不过到时可以再想一想 其他办法就是了 我们看一下 或者错过这个时间 什么东西 看一下 我到时跟柯妹问一下 看看大家 好的 我们要具体一项一项的落实 对啊 如果去的话 时间呢 现在定个时间嘛 看看多这个时间 大家好 想一下 或者什么 我报名 而且有 而且不同的方向 就是把它分成几段 不同的方向 如果远 那就坐飞机 下来就在就地 然后把它玩得透一点 深度游 回来以后 歇一下 然后再到另外的方向 这样一段一段的玩 也不累 但是每个地方玩得透 这个是 你说的应该是指 这个澳洲游的 刚才讲的话 他是说的是 秋拍的 秋拍可能还是 还是开车为主 哦 对对对 嗯 先把时间定下来吧 嗯 时间快 几天多长时间 因为我们上班的人 如果想去的话 我们要事先安排啊 对对对 现在 现在要不然 我们就大概定十天 以十天为一个 为一个那个 就高老师好计划呀 嗯 他在发明 那个 柯妹你和高老师 你们两个 一天前后 好的好的 你们两个规划 那个大副可能 现在比较忙一点 这个 嗯 行行啊 我们我们先把那个 告诉我 我们先把那个行程时间 先定下来 然后再看 然后我们 我们在群里边 多商量一下 然后这个 走走 一个是时间 一个线路 一个走的方式 嗯 好吧我们 我们我们成立一个 这个 啊 休拍 休拍什么 休拍 工作组吧 我们现在一个工作组啊 看谁愿意加入的 就是加入这个 前期筹备的 报名 报名 我报 我报一个 在那个 在群里边报 好可以 就是这个 工作组啊 我们现在先成立一个工作组 然后就 筹备主 筹备工作组 筹备主 啊 大家在那个 在群里边报名 然后我们就 几个就是 拉在一起 我们就把一项 一项一项的落实 对 嗯 很多具体的事情 对对 哇 非常感谢 加速者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高老师 不客气 非常感谢高老师啊 好啦 谢谢高老师 好啦 休息了 辛苦了 非常感谢 刚才 刚才这个 呃 最近好像有什么 说问一个问题好像 是吗 可不可以带着加速一起去 啊 这这这也是个问题 这也是工作组要 要要要讨论的 嗯 嗯 对这些这些细节 再慢慢说吧 嗯 这些细节再慢慢 嗯 好 最后一遍还有没有问题 再问一遍 再问一遍 有没有问题 我我我再提一个 假如说是 现在这秋白都定下来 假如说要向别的地方 那个 就刚才那个会长 你提的还有别的 要集中点去的话 比如说是你那个大石头的话 嗯 现在的话你的提前订机票 订住旅馆 那现在你要早点去订的话呢 还是比较便宜点 在澳大利亚它什么都预订的 你要是晚了的话 就是都是贵的 是 这个也得规划了 也得是 嗯 嗯 我是非常的 因为我 我是很喜欢 很喜欢玩的 我非常的真 我很真心的希望 大家能够走去 因为大家拍 那个摄影技术那么好 真希望大家能够出去 嗯 嗯 把他画面最好 这次跟进你了 跟进你了 跟进你了 高老师 不客气 好的 嗯 好 感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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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关掉了